好了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的是鱿鱼丸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这个葱姜根做一下 加入盐 用力搓 搓的外表皮发黏 这样就行 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 鱿鱼板 这是外面 这是里面 装肠子肚 这是里面 这是外面 把外面这个皮 扒下去 搁的也行 除了这个颜色 发粉不好看 另外咱们买不到 就是说非常好的那种 鱿鱼 非常好的那种 说的做馅比馅呢还要细啊 像我们擦那个雪花糕一样啊 那么碎 顾名的叫什么呢 叫泥子啊 又叫绒 又叫胶啊都对 把它放到 打容器里面 来看一下这肉啊 肉是这样的啊 筋肉 切成粗丝 再切成米粒状啊 剁一剁就行 快 再加一块肥油 主要是蒸香 切成片 啊 越薄越好 然后 再切成丝 不规则的丝啊 不规范 粗细都有 加入一个 半清 葱姜汁 这个葱姜汁里面有盐啊 这个煮料里尽量 先别加盐了 好 现在开始盖上盖 打成郁姜 朋友们 看一下啊 这个打好了 看看 这个成功 非常的粘稠 少加 盐 这些就可以 味精 胡椒粉 淀粉 加入25克 这个呢 主要是锁住原料的 嘴巴 啊 使是呢 原料成熟以后 表面非常光滑 多搅啊 多搅拌一会儿 哎 这个粘稠度非常好 啊 这样能挑住 哎 朋友们看一下啊 继续加鸡蛋 要蛋白 三个 蛋液啊 必须都打进去 然后 再看一下颜色 来 朋友们 咱看一下啊 这个搅到这个程度 起高了啊 用筷子能拖起来 这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这样啊 看一下 咱们不用手挤划子 能不能啊 用勺子 把这个炒子蘸一下水啊 拖一下水 这样啊 把这个火关掉 做出的必须要有弹性才好 来看下锅 哎 这是一种手法 然后呢 用这个手挤 咱们再看 八字形 OK 后面助推器这么一转就出来了 看 这种呢 干活方便啊 把勺呢 拖一下水 往里放就行了 啊 速度快点 直径呢 这丸子的直径是三公分 最后剩一个 下锅啊 先别让它开上锅 让它一点一点 请求飘上来 哎 现在给上点火 大致呢 要是开上锅 三分钟就熟透了 哎 动一下 哎 飘上来了 这就是三分熟 好 看啊 看啊 这开锅两分钟 鲜子啊 就这小火 再煮上一分钟 朋友们 看一下啊 这熟了 现在呢 我说要做两菜 一个叫 香油 鱿鱼丸子 鱼下的 咱们调一下 这个叫 鲜鱿鱿鱼丸子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汤调下口 啊 把这浮沫 撇净 加入 鸡精 胡椒粉 啊 用这个勺 把它稀释开 再放里 加上 盐 加上 葱丝 姜丝 香菜段 香油 来一滴 这个就可以出锅了 接着鲜汤 放到碗里 加上尺寸啊 因为啥呢 尺寸口重 必须用这个汤调一下 好 就这样 葱丝 姜丝 香菜段 哎 这样 用油 浇一下 香油嘛 撒啦 一下子 哎 就对了 好了 哎呀妈 咱们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这碗子啊 Q弹的程度啊 看一下 往这碗里呢啊 哎 能弹起来 蹦起来 哎 这就可以 另外呢 这碗子呢 口感也好啊 味还要好啊 蘸这汁吃 看看 没蘸到汁的 是这个色 蘸这汁的 是这色 来 入口吃的滑嫩 煎香 练习都可以上这个啊 非常多做 最关键的是这个 啊 这个 看上去非常简单啊 关键 是这个汤 既清淡 口味又极鲜啊 回头呢 还带点辣 辣呢 是胡椒粉的辣 这汤啊 喝起来 非常非常舒服啊 关键 是这个胡椒粉啊 在这里呢 是主要的灵魂 没有胡椒粉呢 它也有这个鲜味 但是有时候胡椒粉 一提这个鲜味 更漂亮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